蓝王和猛龙的比赛里居然出现了三个杜兰特 如果看了全场比赛 你一定也会有这种感觉 除了杜兰特本体之外 替了平头学会了大跨步运球上篮的克拉克斯顿 用远距离镜头来看也像起了阿杜 他们的对手西亚卡姆就更像了 如果不是穿着43号球衣 他无解的中距离 简直就是复刻的杜兰特的招牌投篮 长臂销售弯腰突破加上精准的中距离 西亚卡姆用杜兰特的方式 在三杰就十九中十四 哄下三十四分石栏板 俨然是一副当家巨星的模样 至于他和杜兰特的渊源 还得从2012年说起 由于出生在信奉神学的卡麦隆 西亚卡姆和哥哥一样 刚过十岁就被送到了神学院教读 那里的食物难以下咽 知识也晦涩难懂 在学院里的每一年 他都期待着离开 十年前的2012年 他终于毕业了 人生的转折点也自此出现 没错他参加了南非的篮球无疆界活动 其实一开始他并不是想去练球 而是想借着免费的机票 和身处南非的姐姐见个面 但活动还是要参加的 训练员的第一天 西亚卡姆抱着应付了事的心态到场 但打了一会儿 他就被两个主办方球员相中了 这两个人的名字叫伊巴卡和卢尔顿 没错他们死死盯着这个男孩 因为他像极了老熟人杜兰特 在那个时候西亚卡姆并没有进准的投篮 只有长臂和瘦长的腰身 被NB球星看中后 他才得到深造篮球的机会 不过用巴默特的话说 我们只是找天赋 剩下的东西还得交 就这样西亚卡姆被交汇了 2019年NB总决赛 西亚卡姆记得很清楚 在杜兰特伤退之前 这个男人把自己放得有多惨 开局就送上走步为例 在他面前自己的一切技巧都像是在扳门弄斧 如今三年过去了 虽然又做了一次偶像的手下败将 但至少他已经不比那个男人差上太多了